黎巴嫩深陷金融危机 银行冻结民众账户已经三年 一名急于替妹妹治疗癌症的女子 在跟分行经理恳求 也无法拿回存款的情况下 拿着玩具枪冲入银行 抢走了自己的存款 此前一名男子为了救生病的父亲 也将自己银行里的钱抢劫出来 由于黎巴嫩民众对银行冻结 大多数储户的存款早已深感不满 因此他们都成了民众心中的英雄 黑衣女子持枪与几名同伴 一起冲进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一家银行 要求从自己的账户提领美元 一个小时后 他们带走了一万三千元的美金现钞 以及一些黎巴嫩棒 事后这个名叫哈菲兹的女子 告诉当地媒体 她拿的是玩具枪 因为她必须去拿回自己的钱 帮妹妹治疗癌症 自2019年以来 黎巴嫩的货币暴跌超过90% 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三年 银行将大多数的储户存款冻结 导致许多民众无法支付生活所需 这位28岁的室内设计师哈菲兹向媒体坚称 自己不是罪犯 为了逃跑 他先在社交媒体透露人已经在机场 正前往伊斯坦堡 随后回家把自己卫装成孕妇 设法逃脱警察的追捕 而后藏身在东部的贝卡古地 这是黎巴嫩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此前一名男子为了领出存款给父亲治病 也抢了另一家商业银行 最后该男子遭逮捕 但在银行撤销诉讼后被无罪释放 黎巴嫩的存款人权组织 已经出面为该事件负责 并称同一天在贝鲁特附近的阿列伊 也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抢自己的存款 然后向当局自首